亚足联突然做出了紧急决定 李铁在12场赛上也是遭到了重创 甚至可能提前下课 具体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大家好 我是胡说 近日亚足联发布了一条紧急消息 原本确定在10月7日23点开球的 中国男足对阵越南男足的市区赛12场赛 在发布消息没过多久后就被官方撤回 又将这场比赛的时间延续了后两个小时开球 最终比赛会在10月8日的一点正式开始 亚足联选择更改比赛时间 很多外界媒体给出的原因就是 因为当地的气温过高 极有可能会影响比赛的进展 延后两个小时的话 气温会适当的有所下降 那么看似是因为温度等因素 足协才向亚足联申请延期比赛 但真实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国足方面还不太自信 首先来说本场比赛的重要性 如果国足还是输掉了比赛的话 那么想要晋级世界杯 可以说是仅剩下理论性的可能了 其次越南男足在赛前就已经开始各种叫嚣国足 所以比赛的结果更关乎到脸面和荣誉等问题 如果离铁和足协有十多的把握和信心 那么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原因去将比赛延期 毕竟在高温的天气下 对手也会面临这个环境因素 国足在最近结束的热身赛上 是与全替补阵容的叙利亚难度占平 离铁本场比赛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与越南队的比赛中 挑选出来合适的球队阵容 结合热身赛这件事又会映射出一大问题 就是离铁在上任的600多天时间里 为什么还没有完全掌握每个球员的技术特点 比赛将近的时刻仍要去寻找合适的阵容 这点恐怕也在暴露出 离铁和足协对于战胜越南存在不够自信的状态 如果最终国足在12强赛上 遭遇了一个三连败的成绩的话 那么想要小组前两名出现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至于争夺第三的话也是很有难度 期待离铁能够带领球队 创造出振奋人心的好成绩 否则离铁很可能会在下半程的比赛中 遭到提前解约等情况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 拜拜